本节目由酸女孩与生鲜食材科技共同企划制作 中秋节要到了 今年要选哪一款月饼 好想吃每次都秒杀的蛋黄酥 还有广式月饼、麻糬月饼、雪饼 到底该选哪一种呢 欢迎收听酸女孩专题报道 如何健康吃月饼 我是节目主持人洋葱妈妈Gin 我们这次的专题是如何健康吃月饼 7月收听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的听众 我们与大家分享Q弹珍珠奶茶危机 带着听众一步步拆解 降低甜度并正确地分辨天然珍珠如何制作哦 这次的专题我们将与大家分享 在众多月饼的选择中 如何选择比较天然健康的月饼 让大家聪明健康吃月饼 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 中秋节要到了 你喜欢吃月饼吗 不一定要看口味耶 要看口味 那因为其实在台湾比较多都是台式月饼 还有另外一种是广式月饼 那你觉得你比较喜欢台式还是比较喜欢广式月饼 其实我只喜欢蛋黄酥 哦蛋黄酥就是台式月饼啊 对算是哦 算台式月饼那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就是我下面有三款月饼 然后你觉得热量最高到热量最低 然后你凭你自己的直觉去做一个顺序的排列 好 好 第一个是蛋黄酥 第二个是冰淇淋月饼 第三个是广式月饼 你觉得哪一个热量最高 然后中间跟最低的 广式月饼热量最高 嗯 第二个呢 然后第二个应该是蛋黄酥 第二个是蛋黄酥 然后第三个是冰淇淋月饼 好 OK 小姐你好 哈喽你好 哈喽我想要问哦 因为现在中秋节要到了 你喜欢吃月饼吗 月饼还好 还好 为什么的态度是还好 就是一直都觉得月饼好像很甜又很油 嗯 好 那你觉得如果要吃月饼的话 台式月饼呢 像什么蛋黄酥啊 芋头酥啊 或者是什么绿豆碰啊 类似都是台式月饼 还有另外一种广式月饼 你比较喜欢广式月饼还是台式月饼 嗯 我喜欢台式 你还是喜欢台式 原因是 感觉上比较 你刚才讲的那几个就是蛋黄酥 然后还有那个绿豆碰 好像都是从小吃的那个味道 那味道也比较单纯 就是是我喜欢的 嗯 好 那我现在会讲三款月饼 然后你帮我 就你自己直觉 觉得热量最高到热量最低 然后自己做一个排序 对直觉 第一个是蛋黄酥 第二个是冰淇淋月饼 第三个是广式月饼 好 我觉得热量最高应该是广式月饼 嗯 然后第二是蛋黄酥 第三冰淇淋 好 各位听众不知道你认为 刚刚的三款月饼哪一款是热量最高 然后最低又是哪一款呢 我这边先跟大家分享呢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每人每天的平均摄取热量最高 大概2000大卡 目前以一颗约200公克的 双蛋黄广式月饼呢 大家猜猜看它的热量有多高呢 它的热量高达800大卡 也就是接近一个人 一天几乎一半的摄取热量 吃一颗双蛋黄的广式月饼 等于是快三碗白饭的热量 如果我们要用跑步去消耗它的话 我们必须要跑一个半小时 才能够消耗这个三碗白饭的热量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吃进去的月饼的热量哦 刚刚的三款月饼 其实热量最高的是广式月饼 再来是冰淇淋月饼 最低的是蛋黄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广式月饼它的热量是600大卡 等于是两碗白饭的热量 冰淇淋月饼 它的热量是300大卡 等于是一碗白饭的热量 蛋黄酥呢 它热量最低 它其实热量大概是250大卡 但是也是接近于一碗白饭的热量 广式月饼高热量的原因呢 因外层的油皮 内馅都是高油脂高糖分 冰淇淋月饼主要是因为 冰淇淋的内馅甜度较高 蛋黄酥呢 当然就是热量较低的 建议大家选择月饼 能以内馅少 油少 糖少为健康取向的选择 像是凤梨酥 还有柚子酥 它因为内馅都含有丰富的纤维质 也是热量相对较低的月饼选项 当然当你们吃月饼搭配饮料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要选择无糖的饮料 这样才能够吃起来更健康更无负担 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 问你一个问题哦 我现在下面有两款的月饼 然后在工厂大量制作状况之下 你觉得哪一款是没有加添加物的 一个是麻糬月饼 月饼里面有麻糬QQ的 另外一个是蛋黄酥 你觉得哪一款是没有添加物的 我觉得蛋黄应该比较没有吧 蛋黄酥可能你觉得比较没有 那为什么你觉得麻糬月饼会比较有可能有呢 因为我觉得要让它保持QQ软软的 应该是要添加一些东西才有办法 好谢谢你哦 我们等一下后面的话会有答案 小姐你好 哈喽你好 问你一个问题哦 下面两款月饼在工厂大量制作之下 你觉得没有加添加物的是哪一款 第一款是麻糬月饼 第二款是蛋黄酥 你觉得哪一款是没有加添加物的 嗯蛋黄酥 蛋黄酥你觉得没有 为什么你会觉得麻糬月饼有加添加物呢 麻糬那种QQ的东西 就是感觉好像它需要靠一些添加物才能够维持 维持那个口感Q 那你觉得蛋黄酥基本上有可能是没有加添加物的 我觉得它是没有加添加物可以完成的 哦了解好 那谢谢你哦 我们等一下节目之中会回答您 听众朋友 刚刚我们有说两款的月饼 一款是麻糬月饼 另外一款是蛋黄酥 那哪一款是没有加添加物的呢 我们的答案是两款都有添加物哦 可是我们刚刚从两位的听众听出来 其实大家对于麻糬月饼的判断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充足 那麻糬月饼因目前业者 它是采大量制作 在制作完之后会放入冷冻厨厂 等要贩售的时候 它再以常温的形式呢 放到架上去贩售它 所以业者会要解决麻糬 在冷冻状况之下 回温之后口感仍然要维持 非常非常Q弹的状况的时候 就会加入修饰淀粉 另外一个蛋黄酥也是有加添加物 那一般的人比较容易忽略的是 蛋黄酥里面的红豆馅 在工厂大量制作下呢 它为了保存期限的拉长 所以许多的厂商会在红豆馅里面 加入大量的防腐剂 去做保存期限延长的动作 建议大家在选购的时候 可以多跟你信任 跟安心的店家去做选购 那当然如果你问了店家 你的月饼是什么时候制作的 它的保存期限多久 它其实大致上也可以让你座位 它是不是一个 让你安心健康店家的一个选项 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 每月第一周我们与厨艺科学家张志刚老师 合作最新的订阅单元 食物科学的十万个为什么 我们将在九月揭晓健康安全的月饼科学 其中我们将跟大家揭晓月饼三种做法的科学拆解 这个订阅新单元是希望每个月妈妈带着国小以上的小朋友一起听 我们以有趣科学的方式去认识食物 引发孩子对食物制作成分的好奇 也让孩子一步步掌握自己吃进去的食物 最后感谢你收听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八月份专题 如何健康吃月饼 而食物科学的十万个为什么 将在九月第一个星期四上线第五集哦 请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下次见